诗篇第104篇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真伟大 你以尊荣和威严为衣服 你披上亮光 好像披上外袍 展开诸天 好像铺张账漫 你在水上立起你楼阁的栋梁 你以云彩为战车 成驾风的翅膀而行 你用风做你的使者 用火焰做你的仆役 你把大地建立在根基上 使地永永远远不动摇 你用深水像衣服一般覆盖大地 使重水高过群山 因你的斥责 水就退去 因你的雷声 水就奔逃 重水流经群山 向下流往重骨 留到你为他们指定的地方 你定了界线 使重水不能越过 他们不再转回掩盖大地 你使泉源在山谷中涌流 流经群山中间 使野地所有的走兽有水喝 野驴得以解渴 天上的飞尿在水边住宿 在树枝上鸣叫 你从自己的楼阁中浇灌群山 因你所做的事的果效 大地就丰足 你为了牲畜 使青草滋生 为了人的虚用 使蔬菜生长 使粮食从地里生出 又有酒使人心欢喜 有油使人荣光焕发 有粮加添人的心力 耶和华的树就是他所栽种的 黎巴嫩香薄树 都得到了充分的灌溉 雀鸟在上面竹巢 至于鹤 松树是他的家 高山是野山羊的住所 岩石是石欢藏身的地方 你造月亮未定节令 太阳知道何时尘落 你安设黑暗 有了晚上 林中的柏兽就都爬出来 少壮狮子吼叫觅食 要寻求从神而来的食物 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们就躲避 回到自己的洞穴躺卧 人出去做工 劳碌直到晚上 耶和华 你所造的真是众多 他们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全地充满你所造的东西 那里有海又大又广 海里有无数的活物 大小活物都有 那里有船只往来航行 有你所造的大鱼 在海里嬉戏 这些活物都仰望你 仰望你按时赐给他们食物 你赐给他们 他们就拾取 你张开你的手 他们就饱享美物 你向他们掩面 他们就惊慌 你收回他们的气息 他们就死亡 归回尘土 你发出你的灵 万物就被造成 你也使地面更换一心 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 愿耶和华喜悦他自己所做的 他注视大地 地就震动 他触摸群山 山就冒烟 我一生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还在世的时候 我要向我的神歌颂 愿我的默想蒙他喜悦 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愿罪人从世上灭绝 也不再有恶人存在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还在世上灵